刚才我看到这么一个视频 说的就是一个YouTuber 他是采访养老院住过养老院的老人 这个老人揭露养老院的真相非常残酷 说养老院还是一个相当残酷的小社会 而且老人现身说法 他说为什么养老院的老人都那么听话呢 因为护工经常会对老人大声呵斥 你还必须得拿点什么好处费给厨子和护工 要不呢你要是不给这个好处 你总能在你的饭菜里来看到明显脏的东西 而且那些护工说的话太难听了 对待老人态度十分恶劣 比如说有的老人把这个饭掉在地上 这护工就呵斥老人 说捡起来吃 不捡起来吃就把你关起来 就是把那个门呢 给你锁上一天一夜 不给你开门 就这不就是坐牢吗 这不就关监狱吗 这还有这还什么这个花了钱 这可是一个月花了七千块呀 而且呢对这个老人说话就没有一个客气的 基本上都是那种像这种教导主任或者说像这个监狱里的这个预警 就是这种态度啊 像精神病院管那个精神病的就是捆绑的强制精神病人的这种强制的这种护工医护 这是非常不人道的 而且那这还是中国养老院普遍的这个状况 非常普遍 就是说养老院护工啊 这种虐待老人 他也不说就是说很明显的打骂你 他就是你有什么需求啊 他不满足你的需求 就你叫他吧 他半天不过来 他半天不搭理你 你想吃什么 想喝水 他不给你喝 那这不就得了吗 这不就是比坐牢还难受吗 是吧 所以我就觉得现在年轻人啊 就说我们最年轻这一代啊 别说我这一代 我这一代还是非常有这种男子女卑的这种傻逼思想的观念的这种人 这种父母 这种人做父母还是傻逼 我就说啊 比我年轻一代像90后啊 开始做这个父母了 就是你们生孩子 如果说你们就说一味的追男保 你们连女保都没有的话 那你们这个老年生活基本上可以预见的 在这种男子女卑的这种社会 这个男性的教育 这个家务教育 他们的这个男性的这种观念呢 对于这种有没有服务他人的这种服役 意识啊 整个社会就没有说把男性啊 叫出有服务意识来啊 这就说是为什么生孩子 你就必须要生个女儿啊 就说你如果你没生女儿的话呀 那你就可怜了啊 女儿呢基本上就像核弹啊 哪怕呢 他长大后啊 可能会便宜了 就是说你们最最的恐惧的忌讳的这种外星人 但是呢你必须得有一个 他哪怕平时呢 就是让你们看起来 这女儿看起来好像没用 但是呢还真的是这个像核弹 你必须得有 你没有你就是老了以后 你就得是被这个儿子啊 送到这个扔到这个养老院里 去被这个护工啊 霸凌啊 虐待啊 这个女儿啊 只要你不是说让她太寒心吧 基本上女儿都愿意伺候你到此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社会啊 就是说给女性的这种支持 和这种温暖太少 女儿呢 她天生啊就孤独 她需要就是跟老人陪伴 她说啊 我前半生就感觉很孤独啊 一直在寻找一个家的感觉 然后呢 这个老 这个父母愿意在老年头接受我了 愿意我 然后我找到这种归宿感了 我跟这个老人陪伴 就跟和父母陪伴在一起啊 不管说父母 说是让我这个照顾也好 伺候也好 把事反尿也好啊 这女儿都觉得啊 有一种就是说不再孤独的感觉 是吧 就是说你不是 别是说让你这个女儿 就是说太寒心 你别中男轻女做的太过分 你做的太过分的话 真的说女儿现在在这种网络时代 她一旦女性和自我意识的觉醒啊 她不会吃那一套的 你知道 她跟过去不一样 过去没有网络 啊 这个女性呢 哪怕被父母虐待了 冷落了 刻薄了 啊 抛弃了 但是呢 因为呢 她这个孤独感啊 她仍然愿意这个伺候老人 她要希望得到这个老人的这个认可啊 说你不是以前觉得我没有价值吗 我看我给你证明给你我的价值所在 看我比我比你这个 这个宠爱的偏心的儿子要管用 是吧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女性有网络呀 到网上认为 她发现你这个父母做的不好 不对 她心里痛苦 她到网上认为说 网友这么一说 这就是重男性女 她一觉醒 她还会搭理你啊 她一觉醒 她就马上 她就要生出 就说我一定要脱离你独立生存 我一定要生存下去 我一定要和你独立 给你施不两立 你说你们 你们还指望着这儿子伺候你们 这儿子基本上啊 就是连自己的包皮够都不搓得住 你还指望着儿子 当你老的时候 大小便不能自理的时候 给你洗屁股 给你换尿布 这个老人呢 就是最大的问题 到老的时候 其实就是大小便不能自理 吃饭啊 什么的 叫个外卖 这能有多难说 真的是连饭都不能吃了 那你基本上 也不用说在家里待着了 你基本上就是 在医院里待几天就等死了 你在医院也不能吃饭 是吧 老人最大的问题 就是大小便不能自理 你也不能自己去洗屁股 你说屁股要是不洗的话 基本上就是老人 为什么老人的房间那么臭啊 他屁股不洗 他尿不坏的又不勤 他把那个粪便蹭的哪都是 那可不就臭 是吧 但是有女儿在呢 女儿他真的是 就是说 受惠 这个POA的也好 还是说他 女性的天性也好 还是说 女性的这种 对于孤独感的这种需求 心理需求也好 他都愿意陪伴你 愿意照顾你 这就是说 女儿啊 你就是 至少说 你生了 就是你生不出女儿 那就那就算了 但是你生得出女儿啊 你就别虐待她 你别让她虐待到 她真的说 跟你事不两立了 跟你一刀两断了 那你就傻子 你就是天底下 最大最大的傻子